飞蛋的亚里亚 讲述着一个遇到瑟瑟事情就会爆发潜能的男主 今次 很毫无推理能力 做任务全靠直觉的女主亚里亚组队的故事 上戏提要 今次在亚里亚的逼迫下 参与了给白雪当保镖的任务 数天后 亚里亚又听信谣言说 魔剑又拐目标人物前 会给该人发送恐吓邮件 于是让今次去偷看白雪的手机 经常屋里头 根据直觉行事的行为 早就导致今次的不满 两人闹翻 亚里亚推出保镖工作 由今次一人负责保护白雪 运动会前夕 大部分学生都去了烟火大会 白雪却遵守神社的规定 只能留在神社和学校 今次于心不忍 任性的拉着她去海边看烟火 触发了这样 像这样的情节 事情按照亚里亚的直觉所发生 白雪当真收到了魔剑的恐吓邮件 但为了守护和今次之间愉快的时光 白雪隐蔻了邮件的事 并在次日的运动会开幕前 失踪了 今次非常后悔自己没有信任亚里亚 惯性的是 亚里亚在推出保镖行动后 提醒了狙击手 累积监视环境 今次才从她提供的线索里 找到了可疑地点 此时此刻 魔剑正诱到白雪加入医友组织 今次贸然出手相救 然而不再亢奋魔士的她 根本就是战无渣 非但没救到白雪 还因自己的性命在对方手上 害得白雪不敢反抗 而被魔剑抓走 赶来的亚里亚救了今次 接下来发现 魔剑将白雪锁在一个充满水的地方 亚里亚不会游泳 只能追捕魔剑拿回钥匙 今次则留下 甚至给白雪解锁 谁知锁眉开城 随位却越来越高 为了不想白雪被水淹死 今次主动亲吻她 一方面是给她换气 二是故意出动自己的亢奋模式 让头脑变得聪明 以便解锁 或就后 大水短暂冲散了二人 但二人很快重逢 还遇到了亚里亚 今次无意间描见了白雪的胸部一眼 顿时感觉 真正的违和感扑面而来 因为白雪明明穿的是黑色的胸罩踩队 果不其然 两人眼前的就是乔装成白雪的魔剑本人 亚里亚手部遭到冻伤 后来赶到的白雪 为了救两人 实处近段之处 抱歉最近太无聊了 回到剧情 最终在今次完美使出一剧空手皆白刃后 由白雪在侧将魔剑的武器弹断 顺利逮捕魔剑 事后 白雪主动坦诚今次喝的感冒药 其实是亚里亚买的 两个女生化敌为友 殊不知热热闹闹的氛围中 一道诡异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们 隔天 亚里亚把今次约到了女性宿舍 还被她一把推到了床上 用欧派强硬把她逼成了亢奋女士 明明是逃犯的李子 竟然光明正大回来了 她自称她是因为无法挡败亚里亚 而遭到伊幽组织驱逐 于是为了摆脱逃犯身份 她和政府进行司法交易来换取自由 更出乎亚里亚预料的是 李子爽快答应为她的母亲出庭作证 以帮助其获得减刑 但附带的条件是 亚里亚和今次必须协助她去偷东西 被驱逐出组织时 李子母亲的遗物 十字架项链 遭到伊幽组织第二强大的人 弗拉德夺走 最终 旧母新线的亚里亚 答应帮李子偷东西 为了顺利完成这个任务 她的金刺会个别接受李子安排的训练 训练内容包括 在黑暗中躺在金刺的大腿上 把比夹在欧派里面强迫金刺去拿 不仅是给金刺拥有那方面的想象力 让她在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自行进入亢奋模式 李亚里亚的训练码 就是专业的女仆调教 原因呢 就是他们实体要偷东西的地方 是弗拉德位于郊外的一所大别墅里 所以两人得分别为装成女仆和管家 到那里工作两周 以打探地下金库的位置 这天 几次被李子教训了宝剑室 途经音乐室 发现魔剑原来也进行了司法交易 转校来到武镇高中 共同带过医友组织 魔剑很了解李子 包括李子的出生 六岁那年 李子父母去世 年幼的李子被弗拉德囚禁起来 用于研究他罗宾家族的基因 可惜 李子的基因并不如现代优秀 为了让李子变强 弗拉德开出条件 说只要李子超越曾祖父罗宾 自己就会真正放过他 由于自身很讨厌弗拉德 魔剑想帮助李子 他将自己从祖先那里得知 有关于弗拉德的弱点告诉金座 弗拉德其实是一只活了数百年的怪物 他的身体 过去曾被圣骑士种下了四个周印 这些周印就是他的弱点 可惜 魔剑只掌握了四个弱点中的三个 剩余一个 还是得靠金座等人的造化 画面一转 又到了李子给金座特训的时间 这次金座被李子暗算 躲进了宝剑室的柜子里 一群女生 在里边准备给护理科老师 小雁明进行抽血检查 念のためキー君をちゃんと見てれば確認 10秒以内に李子の下着の色を変身せよ 答えられないとロッカー大改善 李子どこだ 痛い ハニーゴールド と と アリア 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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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测试 笛子发现金斯特别容易被亚里亚带入亢奋模式 大致掌握好了作战计划 一星期过去 笛子敲装成人才招揽公司的职员 把两人介绍进了弗拉德宅地 这个迦奈到底是谁呢 金斯一连不约的神情 让亚里亚很是在意 三人来到宅地 惊讶地发现宅地的临时管理人 竟然是护理科老师小叶明 经过询问得知 小叶明和弗拉德认识已久 经常会借用这里的研究设施 而且这次还会在这里待上两周 幸亏 小叶明经常在地下忙于自己的研究 日常基本上没干预金斯和亚里亚 因此两人的任务过程 算是十分简单又熟悉 一周过去 亚里亚确认了地下金库的位置 但小叶明经常就在附近 而且那里布满了红外线 地板也是以触及就会报警的类型 于是离子让他们声东击西争取时间 由和小叶明关系交好的亚里亚 负责将其引开 今次则从上方潜入地下 弄手偷十字架 空虚一连几天 今次迎看着亚里亚和小叶明聊得开心 心里相当不愉快 还被亚里亚意识到她在吃醋 遭到了亚里亚反问 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时间就来到了正式动手的日子 亚里亚 金次 离子 塞人宝石通话里线 按照离子的要求 亚里亚把小叶明引了出来 今次在离子的指挥下 吊起了十字架 可由于红外线过多 稍微摇晃就会触及警报 导致行动时间临长 为了拖出小叶明 离子要求亚里亚设游她 没想到亚里亚竟然也答应了 这次混淆的当场陷入抗讯模式 立马猜到刚才的告白是离子搞的鬼 抗讽模式下 离子顺利投出了十字架 到晚两人将十字架物归原祖 结果离子居然趁金次毫无防备时 强吻她 让她又一次进入抗讽模式 从头到尾 离子就没想要遵守约定 为亚里亚妈妈出庭 还打算利用十字架里面的力量 打败亚里亚和金次 却证明这集不仅仅是个遗传基因 幼稚的发言差点把小夜明笑死 因为她就是弗拉德本人 遇到囚禁过的离子在她眼中 只是一条 用于反直出优良后代的母狗 说完 弗拉德显露出了本体 吸血鬼 德古拉 利用着人类优秀的遗传基因 她获得了强大的身体和大脑 任凭亚里亚怎么射击 对她来说 只是给她抓养而已 连番折腾下 离子被她折磨的意志丧失 趁亚里亚和弗拉德周旋 几次暴起受伤的离子到安全的地方 将刚偷回来的十字架还给她后 加入战斗 德西 杨然无法同时攻击四个弱点 终究破敌弗拉德 离子的亢奋模式更是遭到破除 被摔下高楼 紧要关头 离子飞升下来救起离子 让离子放弃战斗一起逃跑 可离子无法舍弃亚里亚 坚决重返战场 更提醒了离子 既然想证明自己 就必须贯彻到底 赶在亚里亚受伤前 离子折返用超能力法师救起她 随后对她做出了一些挑逗行为 果不其然 这一次也看到亚里亚兴奋的样子 轻而易举进入亢奋模式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正为亢奋模式下的金刺 便从弗拉德的闪避行为中 猜到了她的第四个弱点 是舌头 于是和三人之力 终于成功击败弗拉德 达到了离子的争主妇 魔兵都未能达成的成就 得到金刺和亚里亚的认可 西子的心中获得了一丝救赎 故事的尾声 她也替亚里亚母亲出庭作证 成功减轻其母亲的罪名 人群中 西子看见了和迦奈长得很像的人 误以为自己看错 她并没有多加在意 继续和亚里亚已搭档的关系 继续了武针这个职业 飞弹的亚里亚 动画版到这里 故事就结束了 第十三集是充满福利和惊吓的一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哦